好,各位同工,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个相当实用 相当精彩的平台 叫做Cold Space EDU 专业做一个AR、VR和Printing的平台 因此我们的用法是教学生Printing 用Cold Space EDU 叫他们做AR、VR的习作 但其实我们作为老师 其实都可以透过一个平台 去制造AR或者VR的课件 让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学习 他应该要学的一些内容 好,这个就是Cold Space Web的界面 标题都有写的 就是Make AR VR in a Classroom 将AR、VR带入你的课室 可以看一些例子 这些是我以前透过Cold Space EDU的平台 制造一些不同学科内容的教材 比如左上角这个就是玩二准制的数学科 右上角英文科全字的Game 左下角地理科 右下角都是数学科的小学的 就是一个立体的纸样 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在课堂里面用 相当有趣 将会是一个经验 对学生 因为学生只要透过iPad 或者手机 就可以立刻体验到一些 我们做给他的AR、VR的课件 我大概都可以想到有三种途径 这些三种途径就是 会由左至右的难度慢慢去提升 最左边最简单就是 我们只做一些3D模式 给学生去看 只看一只 没有任何互动 我们只需要一些简单的画图技巧 例如明天剧 或者你掌握Sketch 更加好 因为可以画到一些 比较复杂的图形 如果不懂画都不要紧 上网有很多3D模式可以登录 你放在Cold Space里面 就可以立刻给学生看 这个是最大的好处 只看 就不用任何编程的技巧 如果你想3D模式有多一点互动 就要掌握Coding的技巧 可以令到模式有多些动作 即是学生有些互动 第一个方法是学生只看 即是没有互动 这个中间的方法 就有interactive的成分 当然这件事就好玩很多 但老师要掌握技巧 就是要懂一些简单的编程 我试过Cold Space里面 这些编程其实跟Scratch都差不多 某程度上你可以当它是3D的Scratch 这样看待就可以了 最后如果你再想向难度挑战 就是做一些Game AR VR 3D Game 比较好玩 透过一个游戏化的学习过程 学会一些各个不同学科里面的内容 或者概念 但是Game的互动性就比较再强些了 所以要再试多些编程气候 一般来说这些只会是电脑科老师做 电脑科老师才会搞一些比较复杂的编程 因为这个过程还有很多编程 很多错误会出现的 要花很多时间去编程 因为这个过程都可以挺享受的 但是不必每个人有兴趣 走去做编程 所以我建议一般的老师 就会做LV1 LV2的Cold Space的教材 其实已经相当的足够 都可以增运到你的课堂 我都试过玩过3D Print AR VR和3D Print的最大分别在哪里呢 3D Print很明显是右手依旧 你可以摸上手的 有3D的Touching AR VR只是看而已 都是有些互动的 一些coding 但是没有很多质感 因为这个Screen上面一个2D的图案 但是它又可以有彩色 3D Print 你要印彩色暂时都不是那么容易 当然3D Print都有些限制 你印也挺花时间 又要用3D Print 又要用Filament AR VR你画完图 学生日日立即有得看 速度上是赢了 即是如果你说AR 好 二度可以比较 3D Print和AR VR 比较一个详细一点的分析 3D Print要有Print 但好像印出来的 就是有3D的Touch 下手下腳 可以比学生摸到的 一定有360度的View 但是缺点就是 打印时间相当长 一个这样的Model 你没有三四个钟头都印不出来 相当长时间 如果你印十个就要几十个钟头 不可能今天画了一幅图 明天都印出来 基本上是很困难 Print会容易坏 这些机器都挺容易坏的 会会拆掉头 Filament会塞 Filament会塞 Extruder Print和Filament都要浅 都要一些环保问题 不可以改的 印出来就这样 read only 而且都会坏的 其实 如果这些位置 印得不漂亮 有些位置都容易比较坏 单色 AR很绝对 你画完图 第二个学生 拿个VR眼镜 或者手机 拿iPad 是立即看到3D 虽然是Virtual的 另外就 少少时间浪费 可能用Scan QR Code 去做少少时间做setup 但这个时间远都低 你要派上课 派一些3D model 另外就 ARVR还不可以支援Print 可以有互动 3D Pint 不可以互动 其实很难 你准备的时间又短 基本上 这件事不会很难 因为虚拟 一样有360度的view 有彩色 output 还有如果用VR 就有一个Immersive experience 所以你从速度 環保角度说 ARVR一定被3D Pint 有成 所以分界应该是这样的 除非有样东西 你真是小学生 触摸到 触摸到 你做3D Pint 其他情况 它不需要有Kinesmatic的体验 我觉得ARVR 都足够解决到的问题 好 我们开始了 看看Cold Space EU 如何操作